斯文与陈璐婚变 想做独立女性 请做好离婚的准备 有看过脱口秀大会的朋友应该知道 陈璐和斯文是一对很有梗的夫妻 斯文以一个独立女性的人设 创作出非常多的梗 包括什么上下铺的兄弟 什么和婆婆的关系等等 被称为脱口秀女王 陈璐和斯文可以说是典型的女强男弱的夫妻关系 就像斯文所立的人设 在他们以往的言论看来 的确斯文的性格比较强势 现如今 很多女性都追踪斯文这样的生活方式 而斯文的人设之所以讨喜 也是在讨好这部分思想的观众 可人设是人设 在现如今的社会中 既要美满的婚姻 又要独立女性的生活观 真的可以并存吗 作为首席编剧 陈璐早年的成就比斯文好很多 可斯文一夜爆火之后 陈璐这个首席编剧 反倒成了斯文成名的一个梗 的确 独立女性可以实现各种自由 但是也会因为自身的优秀 而失去爱慕一个男人的能力 也会让爱慕她的男人 产生实质性的压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